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加的节目仅仅只有访谈类型 这个演员就是王志文 中国第一位电视剧三大奖大满贯的男演员 他刚正不阿 不愿八家导演拿到角色 甚至是前女友徐帆求他 都被强硬拒绝 王志文演技精湛 他的感情生活也丰富多彩 他为何将同居多年的徐帆赶出家门 不再相见 与许晴恋爱和江山 田海荣传绯闻的他 为何最终选择与亿万身家的富豪女友凤子成婚 他是爱财还是爱人 被三十多家记者联名控诉 扬言要封杀他 为何王志文满不在乎 1966 王志文出生于上海时 从小他便喜欢表演 经常坐车逃票去青年工听话剧班上课 青年工的老师见他这么喜欢 于是建议他去成都考表演 王志文心动了 他偷偷揣着哥哥给的钱 瞒着家里人去考试 凭借表演的天赋 他考了成都地区第一名 专业第一名 文化课也不能落下 可惜命运弄人 参加高考时 王志文出了车祸 他不愿放弃这次机会 躺在担架上被哥哥们抬到考场 完成了考试 功夫不负有心人 1984年 王志文以文化课第一的成绩 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 王志文长相老成 他不像其他同学一样外貌帅气 在学校里 他当起了绿叶 可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背景板 居然追到了女神林芳斌 王志文是林芳斌的学弟 当时的学姐早因参演幽谷练歌 玉碎公卿而出名 林芳斌外貌出众 端庄秀丽 王志文经常到他身边转悠 刻意寻找话题 虽林芳斌已有男友 是音乐才子李玲 但他还是很快抛弃男友 投入王志文的怀抱 就在王志文收获爱情 准备在表演上大展身手时 命运再次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他辗转多个剧组寻找机会时 各大导演看完他的样子便让他出去 说你拍不了戏 王志文急了 怎么就拍不了戏呢 他返回学校询问老师 老师却对他说 我们当时招你进来 是准备让你当老师的 你写的一首好字 文化课又是第一 可以考虑一下 王志文连遭两次打击 而女友也因李玲的不放弃动摇 李玲连写六百多封情书 想要追回心上人 林芳斌最终和王子文分手 和李玲结婚 王志文不甘心就这样放弃 他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1988年 王志文遇到了潘杰 潘杰出生艺术家庭 外婆黎莉莉是知名电影演员 她从小对表演心之向往 为了考上北京电影学院 她托人培训自己 找来找去 便找到了王志文 两人认识后 在培训过程中互生好感 很快走到了一起 开始了晚上培训 白天约会的生活 可能是两人没有缘分 潘杰的考试并不顺利 最终没能考上 她和王志文忙于自己的事业 巨少离多 感情渐渐走到了尽头 1989年 王志文被分配到中央戏剧学院当老师 在那里她邂逅了徐帆 也就是知名导演冯小刚的妻子 徐帆出生文艺世家 父母都是储具演员 当时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中央戏剧学院联合举办培训班 徐帆前去报考并被录取 那时的徐帆一头无法 水汪汪的眼睛格外迷人 众多男生争相给她写信告白 可她谁也看不上 反倒追起了老师王志文 两人年龄相仿 朝夕相处 难免日久生情 很快两人便谈起了恋爱 王志文当时已搬出学校 在外租房子住 徐帆也不舍男友 随王志文同居住在一起 王志文当老师时 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演员梦 他经常在一些影视剧中参演小角色 期待会有伯乐发现他 1991年 王志文开启了他的演员生涯 他饰演电视剧《男行记》的青年爱舞 W 在新人中展露头角 并获得四川电视节金雄猫奖最佳男主角 他再也不是之前被导演说不适合演戏的王志文了 在拍戏过程中 他结识了好友许晴 年轻靓丽的许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他当时已经和徐帆在一起 没有什么非分之想 徐帆年纪虽小 却非常会照顾人 王志文和他在一起十分恩爱 同年 徐帆被分配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他见男友获奖后事业愈发红货 便想让王志文给他也介绍点资源 王志文性格刚硬 人也清高 介绍资源是绝不可能的事情 自己的女友也不行 徐帆感觉委屈 自己平时处处迁就王志文 怎么连要个角色都不肯替自己说话 两人大吵一架 谁也不理谁 徐帆见等不到男友的帮助 他便自己到处面试 恰巧 导演田壮壮邀请徐帆出演大太监李莲英的女二号 徐帆欣喜答应 他终于有机会和姜文 刘晓庆一起演戏 可还没等电影上映 徐帆和导演田壮壮之间就传出了暧昧的绯闻 一个刚出道的新人 为什么就能接到大制作大导演的戏 这背后是否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王志文因为此事和徐帆多次争吵 最严重的一次 还把徐帆和他的行李打包赶出家门 徐帆心灰意冷 多年后回忆起来时 称自己像个弃英 两人的感情渐行渐远 最终分道扬镳 1992年 王志文出演电视剧《黄成歌》 再次遇到了许晴 这次两人不再想错过对方 没等电视剧拍完 两人便谈起了恋爱 公开恋情后 王志文和许晴也被称为金童玉女 许晴出生书香世家 家庭背景很硬 她本人也被称为金圈大公主 可想身是背景深不可测 王志文家庭背景简单 父母都是普通人家 对她来说 金圈这个词新鲜而陌生 之后两人再次合作 感情也甜甜蜜蜜 可许晴对这段感情 没有太多安全感 她总觉得两人还在戏中恋爱 很不真实 她也多次和王志文 提出结婚的想法 王志文不想过早被束缚 两人经常因为此事不欢而散 而两人真正分手的原因 却不是结婚 王志文出生上海 她为了近距离照顾母亲 想回上海发展事业 许晴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姑娘 她不愿离开自己的家乡 两人的感情也随着距离变淡 最终分手 这段感情对许晴的打击很大 之后她再也没和演员谈过恋爱 多年后 在节目中被问到和王志文的恋情时 她湿润着眼眶说 王志文很好 我们现在仍然是好朋友 1993年 王志文参演电视剧《过瓦影》 这部电视剧让王志文步步高升 他凭借方言这个角色 一剧拿下飞天奖优秀男主角奖 同时他结识了江山 两人在剧中的爱情让人着迷 也由此开启了长达20年的荧幕夫妻 两人的合作也让不少观众希望他们在一起 他们也多次被媒体传出绯闻 王志文说他和江山有惺惺相惜的默契 也许是知己的存在 两人之间的感情已经超越了爱情 除了江山 王志文还曾和田海荣传出过绯闻 2001年 两人在黑兵剧组相识 剧中的对手戏颇多 王志文和田海荣的交流也逐渐变多 绯闻就此传出 2008年 王志文在偶然的机会下结识了现在的妻子 陈坚弘 陈坚弘表面上是一名不起眼的模特 背后他却是一家兰博基尼车行的老板 还涉猎房地产 酒店等多个行业 亿万身家 靓丽泥人 难怪有人嘲讽王志文是财色兼收 4月 两人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王志文在婚宴上说 我这个愚人终于娶了天仙般的老婆来回应嘲讽 婚后不久 便有记者拍到陈坚弘大度如罗 韵味非常 也证实了此前未婚先孕的传言 王志文也收心养性 减少拍戏 陪在妻子和孩子身边 王志文作为演员 为观众奉献不少经典角色 他也被人亲切地称为千面人 意味着千人千面 夸奖他每一个角色都是不一样的 他的敬业不止体现在演戏上 他对拍摄团队也要很高的要求 他曾凭电影《芬妮》的微笑 拿到莫斯科电影界最佳男主角 却在首映里直演演的一点都不好 就这都能拿奖 还指责电影筹备时间太短 前期准备才一个多月 王志文曾几次提出延期开机打磨剧本 但都被导演拒绝 因对电影的不满意 王志文缺席了接下来各地的首映里 投资方气急败坏 以违约作为理由将王志文告上法庭 法院驳回了投资方的诉状 称其不存在违约 敢说真话 个性强硬的王志文也吃到很多苦头 他曾当着记者的面 把递过来的名片包了口香糖 因为这件事情 在金英奖的采访中被记者怒骂 你再狂 我们就封杀你 王志文哪是能忍的 他当场大声呵斥记者 你们不要自视甚高 事后 他被三十多家记者联合发文 写给王志文的公开检讨书 用反讽的语气嘲讽王志文耍大牌 不懂感恩 王志文并不在乎这些 他从被骂不适合当演员 到家喻户晓的巨星 靠的并不是记者 是自己的努力和实力 他不结综艺 除了拍戏很少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 作为老戏骨的他 只要演技在 就永远不怕没戏拍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